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李慧儀,這位環節嘉賓有Anno Anno,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內地股市普遍下跌的 戶芯300指數,收報4516點跌228點 深淨成分指數,收市報12996點跌737點 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210點跌151點 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報24970點跌510點 國企指數,收報10133點跌256點 大股市成交是1997億 Anno看到的成交都近2000億 但跌穿了25000這個位置 看到市場仍然憂慮中美關係 加上內地上個月的消費品領售都差過預期 港匯又走低 拖累了港股這樣做,其實勢都很弱 內地股市午後都跌幅擴大 看到強勢的新經濟股都開始急套 但看到恒指在25.5點其實都僵持了一會 下午的時候,收市穿賣了 下個支持位可以看什麼 如果是的確沒錯,在時間點上 我們看到到10點之後 自從內地經濟數據出來之後 雖然GDP比預期好 但大家說零售銷售差 經濟復甦動力比較緩慢 跌幅開始擴大 但今天的跌市是否純粹因為經濟數據 我這裏有個很大的保留在這裏 但相反地就是 跟A股也好,港股也好 跌勢不是今天才開始 陰些陰些跌下來 今天就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跌幅在這裏 其實背後就是看到 資金仍然是繼續在強勢的股份上流出 鎖定利潤,是有個走資的壓力在這裏 如果你看回港股通上面 即是在互聯互通上面 在互深港通上面 也都看到了 北上的資金的淨流出 情況都挺顯著的 特別過去這3天 3天前 上海股市有個很明顯的淨流出 昨天就說深圳股市有個明顯的淨流出 今天又到無論是深圳 或者是說上海股市 最終淨流出量都非常明顯 這個是典型的走資壓力 A股有個走資壓力 同樣地,內地不夠淺 你講香港上面 南向方面 都是說開始沒有以往那麼多北水上面落力 然後導致到很多強勢的股份 特別北水很喜歡炒的美團 小米那些跌得很小 吉利今天甚至是最大的跌幅籃籌 其中有些炒作因素暫時是看不到的 短線方面就是 那些強勢股跌了很多 問題就是如果短期來看不到有些熱錢流入 比如以往過去一個 不計今個禮拜 在上兩個禮拜我們見到 金冠局不斷地承接港元買本 如果短線沒有進一步的熱錢流入 市場上面 短線擔心就是會不會開始有資金流走的狀況在那裡 你不要輕視調整壓力在那裡 所以你經常都說恒指25,300這些位置失手了 今天不要說25,300 甚至說25,500到失手的時候 你一定要小心一點 特別說如果你看周線圖上面 上個禮拜恒指出了一支射擊指星 現在穿了25,500之後 下一個關鍵位就會說是今個月的低位 因為如果你說這個月 最終說甚至是出現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在那裡 金揚竹上面月線圖也都會出現一支射擊指星 這個會有機會是一個炒完的訊號來的 所以你短線上面現在這些位置 一定要交配小心 有些人會在角度上面 我之前等了很久 現在開始有一個調整 會不會是一個馬上機會 不會建議這樣看 因為就是說這輪都是以資金市為止 資金出入很快的 會不會說過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或者一個月都沒有 就炒完 你要衡量這個奉獻在那裡 所以現在短期來說 比較重要的支持是看24,500 大概說這個月初的低位 你如果進一步失手麻的話 那就真的重要 那就真的要看得淡一點 否則的話 暫時可能就在25,500這些位置上拉腳 大家就留意24,500這個位 見到其實今天的市 很多科技股都跌回來了 大隻的都跌回來了 尤其是港交所 今天都有拖欄的大市 跌了超過半成下來 5.7% 收補336.2% 港交所的行政總裁 李兆佳在網上的論壇上指出 他說今年的經營環境 對港交所來說是最差的一年 在去年開始 香港都出現了不同的挑戰 加上中美關係惡化 威脅了全球一體化 改變了地緣政治 總統的事件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是從金融角度看 今年又是最好的一年 他講到這樣 見到今天跌到去跌穿304元這個位 沒有貨的 其實還是不是一個購買的機會 我不會跟之前說大隻一樣 不要在這些位置看到 比如說跌了20元 跌了5% 是時候買了 是機會來的 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當開始跌的時候 留意一下究竟是跌了什麼 等它存定了 開始發現沒事的時候 才去買 這樣會相對比較安全 而港交所面對著一些什麼風險 就是最擔心就是之前提及到 資金究竟是真的會有 持續流出的跡象 還是短線症狀 這個要看 如果你看看今天行指的大市成交金額 接近2000億月不算少 但問題就是大跌市2000億月 所以關鍵因素就是看回之後 譬如明天 或者一個星期 未來一個星期 看看成交金額 是不是還是這麼活躍 如果你看到 譬如之前說有些跡象顯示 譬如金管局還要接受 一些港元買盤 銀行Tiger還可以升上去 還有以錢流入 可以博一博的 有條件去看一看 始終博還未這麼快炒月 但問題就是 如果恒指又算24500 或者大市成交今天開始縮 沒有什麼資金去炒 甚至A股仍然面臨著一個調整壓力 就算有中概股回流 都抵消不了跡象 一個問題是港交所升穿了300元之後 不過股值是貴得很厲害 其實本身就是在賣向一些泡沫的跡象 跟2015年 2007年 又少少上次 現在高位回落了 差不多接近一成左右 就不建議馬上去搏 相反而高位持續 我覺得穿了350元這些位置 走勢已經是差很多 先看好一點 所以短線來說 大家要多關注一點 除了指數升跌之外 大市的成交金額 或者港匯 人民幣的走勢 都要關注短線 始終仍然擔心 就是資金流出的風險 大家審慎少少 Anno建議大家不要這麼心急 看到跌了20元就馬上衝進去 看到另外一隻 中芯國際的Anno 都跌了很多 因為今天A股掛牌 那邊表現很好 漲了兩倍 但H股這邊 股額超級大 曾經最多跌了兩成八以上 低位見過27.5元 收市都要跌兩成半以上 看到中芯是否已經炒完了 有貨或者要止蝕走人 我想這些位置 其實30元都穿過的話 我都會建議盡量止蝕 始終你要衡量風險 因為其實你說A股的表現 都不是太樂觀 今天你說A股 688、981 中芯A股上面 其實都是在科創板上面 高開到95元之後 一枝自然跌下來 完全沒有性過 而最重要的是 你再看昨天 即是均洋生物上面 在A股上市之後 第二天 跌幅可以是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說明天上面 A股還會繼續跌下來的情況下 你中心國際 可能還有機會有個調整 短線點都要先避一避 留意基本因素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問題就是 之前那些基本因素 代不代表真的值到40多元 是否真的這樣炒上去 這個有個保留在這裡 問題就是北水之前 真的很喜歡做981 H股 但問題是現在多了一個A股的渠道 短線的資金流 又不是真的 之前說面對著 可能有些資金流出的風險 短線的股價調整壓力 一定會是大 雖然跌了很多 但問題就是用市盈率來計算 我們不會說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你不要忽視短線的調整壓力在這裡 甚至說今天都差不多迫近低位去收 其實雖然你說說 沒錯近期有44元高 跌了三成多左右 但是如果有市況氣氛 真的不配合 甚至說未來 甚至有些資金流出的跡象在這裡 恆指再穿今個月的低位 你分分鐘中心國際這些可以由高位 冒了一半 即是市分22元這些位置 不是說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短線上你就留意 那些股票投機性味道很重 輸了 搏不到的時候 不要搏 它永遠有機會有得翻身 所以你怎樣都要 止一止先 避一避開先 相反地就是 你到底真是看好它 還是純粹人炒你又炒 如果你是後者的話 你就要小心點 在散稅 究竟這個散稅 會不會這樣保持住 你真是不知道 這兩天跌得這麼急的情況下 你正常股票操作上 都不可能突然間中了頭 所以短線方面 我都不建議大家 看它之前這麼強勢 一定沒事 沒有這個心態 是很危險 而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想 A股有一個很大的日價 所以去追 往往AX股的差價 都是可以非常之勢力 就算來未來北水 數到中心國際的持股量 可以去到三成至四成了 我相信AX股的差價 也會非常之大 所以中心國際 暫時短線方面 有什麼太大的炒作因素 可能要買也好 你還是等市況 開始穩定一些 開始整個新經濟 熱炒的 好像中心 新能源汽車 吉利亞比亞迪這些 又或者一些弱股 又或者科網股 騰訊 ATMS這些 整個這類型股份 全部都有一個 存定回穩的跡象 你才去駁斥中心 所以短線方面 特別之前提及到 那些強勢股份 如果你高位追了 或者你本身手上 有一定的利潤在手 這些市況 我覺得 怎樣都要考慮 適量去減股 降低後市面臨的一些風險 大家注意 始終中心最近的表現 又令人很驚喜又驚訝 都挺得人怕的 我看另外一隻 發了刑警的 就是安答 看到它的股價 其實今早早都低開2.1% 收市都要跌超過6% 集團就預料中期盈利 就減少得不超過3.5% 還說公司上年的同期盈利 就是24億左右 解釋它的盈利減少 主要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見到其實 富稅對安答就很謹慎 就立刻降了它的降級 去到持有 安答就說 高勝反而就看好 就說它有望的復甦性的預期 升目標價去到82元 兩個就是一個看淡一個看好 安奴你又偏向哪邊 我自己就說 我不會跟資金對著幹 第一方面 安答是大成交的跌落力 第二方面 我自己本身對於安答的看法 不會說很負面 但是留意安答本身是炒什麼 安答本身就是炒Filla品牌的佔備 不斷地加大 Filla品牌整體的毛利率比較高 從而拉動公司的盈利能力 有一個很過觀的上海數值增長 但是現在疫情過了 大家要搏 就是出現一些報復式的反彈 報復式的消費 但是問題就是 我跟大行說的就是 就算有一個報復式消費 它不多不少都要做折扣 要打八折、七折等等 這個很影響它們的毛利率 沒有說沒有錢賺的 我對於它的經營現金流 的貨幣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是毛利率上升的衝勁 就未必在 所以你的股價要再上升 80元那些位置 沒有什麼可能 相反地就是 市場會擔心就是 你一個最大的增長動力引擎 就關掉了 股價就要向下視低位 短線安答你會擔心 反而是出現一個雙頂形態在 所以就是同樣地說一些 強勢股 現在要加倍小心的 如果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70元穿了 第一個景號 最後一個防線就是 這支羊竹 就是這個月頭的底部 66元、67元在這些位置 如果你真的跌穿了 80元這些位置 就會形成一個雙頂 量度跌幅的話 起碼要下60元的 所以短線上面不要拼搏 大家 甚至如果高位有貨 之前追了很喜歡 這些用品股的話 你要考慮 就是小心 有轉勢的形態出來 穿了67元的話 怎樣都要忍痛自洩離場 大家都可以參考Anno的意見 短線就不要拼搏 也謝謝Anno 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以上題的部分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